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在這裡共同招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嚴厲譴責把握部在悲劇事件裡還發生 民怨四起 社會逃亡致敬 選擇以隨機執行自信的方式來回憶民怨 我們認為死刑存備需要更多的社會對話 但不管支持死刑 或者是反對死刑 目前對社會大眾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死後療傷 但是把握部朝帥隨機的挑選 使求執行 並無法回憶人民對社會安全的期待 從2010年重啟執行至今 每次的執行都是黑箱作業 隨機挑選 我們期待法務部告訴社會大眾 他們是如何審查 並且決定執行這些人 或者是說連審查都沒有審查 就差幾個來對社會大眾交代的話 或者是說他們早就已經審查好了 但是放在那裡等著執政者的需要 如果是前者的話 這幾個個案難道保證沒有冤案嗎 如果是後者的話 執行是為了正義還是為了政治需求來服務 那政府樂見人民不斷高漲的死刑訴求 因為以科子彈可以排除所有的精神衛生 校園安全 社會經濟 以被害人保障這些層面的批評檢討 政府為何何樂而不為 只要在重大殺人案件發生之後 挑起死刑存在的議題 事件背後應該檢討的每個環節 都可以順利卸責 那這是我們為什麼以政府的隨機殺人 作為我們這次記者會的訴求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社會 要繼續用這樣的方式 而不是用比較理性的方式 來去面對死刑這個制度 其實它可能還是充滿了各種的主觀性 危險性 以及限制的時候 那我們的社會是沒有辦法進步的 我們的其他的社會的議題 各種正義的事件 我問你啊 你被強暴你會點亮嗎 你會理性嗎 你的家人被強暴會理性嗎 趕不下去了是不是 不敢面對嘛 面對自己的時候就不敢面對啦 不要口口聲聲拿著兩公約 聯合國兩公約 不好意思 這是台灣 不要說日本 美國怎麼樣 這裡是台灣 如果今天殺人不用執行 那法院可以收起來的 警察可以收起來 我們大家可以上街隨便殺人 反正不會死